大家好,今天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面向的沙樓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叫吳尚毅 然後我來自台灣,我的師傅先是吳老師創立了台灣美食研究中心 後來他傳給我 我八歲的時候開始跟他學面向 待會兒我再告訴你們為什麼我八歲的時候會學面向 那現在我們今天不是面向教學 我們今天只是說把面向的文路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那今天在座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見到我對不對?應該很多齁 那希望今天帶給各位一個歡樂的夜晚 好,然後這是我的那個微信號 那各位可以掃微信號加我 那接下來我們今天來講齁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自己面向的文路 各位面向上有沒有文路? 有 有 來,你們有什麼文? 法令文 欸,你誰有法令文? 舉手一下,舉手一下 都有啊 都有啊 都有啊,沒人都有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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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穿字文? 你有穿字文? 法令文? 我有 法令文還蠻深的齁 有沒有人沒法令文的舉手一下 欸,應該很多人會沒有喔 好,還有什麼文路? 欸,像你像有沒有法令文啊? 什麼是法令文? 真的是不是 看,什麼是法令文待會兒就知道了 還有 然後誰有 誰有抬頭文的? 有 都有 都有 有 我看沒有啊,看你平好的啊 你幾歲? 我看你真的有 你幾歲? 二十幾歲而已 二十幾歲就有法令文 就有抬頭文啊 好,待會兒告訴你是怎麼回事 但是我覺得 應該最常見的文路 為什麼沒有人說它有? 年文啊 年文啊 對,年文為什麼都沒有人說 年文說 所以 即使有也趕快把它遮掉 是這樣子吧 嗯 好 來 所以說我們自己面向中的文路 除了 額頭,抬頭文對不對 剛剛有人說要穿字文 誰看到穿字文的? 沒有齁,這裡沒有人有齁 好 那 再來就是魚吻文是最常見的嘛 對不對 還有眼睛下面 這裡會有文路叫什麼文 你們知道嗎? 這裡叫桃花文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人提到法令文對不對 還有一個文路 好像沒有人提到 叫捧場文 在哪邊 待會兒就知道 好 那麼 接下來 來看一下 面向中會有哪些文路 首先 第一個是抬頭文 抬頭文 抬頭文算好還是不好 覺得好的人舉手一下 有人說好 你看 兩個 看你的面向就知道你很聰明 好 來 再來 魚尾文 魚尾文是好還是不好 不好 對 愛美的人都說不好 對 然後 說好的人是什麼心態呢 來說說看 剛剛說有好有不好的舉手一下 為什麼 哪裡好 好像這邊生意桌這邊來的嘛 不是你 不是你 好吧 沒有人敢承認 來 再來 桃花文就是在眼袋下面這邊 桃花 這個地方 桃花 對 眼袋下面這邊叫桃花文 偏一點 偏一點 斜斜的 很多人有吧 對吧 好 再來 法令文在這一條 這一條 叫法令文 都有吧 有 再來 還有一個叫捧場文 這邊沒有顯示出來 捧場文在哪邊 待會兒跟各位說 捧場文 就是有人捧你的場 叫捧場文 再來 有錢人會有什麼文路 你們猜猜看有錢人會有什麼文路 抬頭文 有抬頭文 有魚尾文 因為愛笑 因為愛笑所以會有錢 對 所以要多笑才會有錢 是這樣子嗎 應該是 還有呢 法令文 還有法令文 還有你們覺得有錢人性格中有什麼特質 心胸開闊大氣 心胸開闊大氣 還有呢 每天笑哈哈 沒有煩惱 因為有錢所以沒煩惱 是這樣子嗎 不是 好像不是齁 你看 還有呢 有錢人還有什麼特質 娃娃娃 蛤 再對一次 娃娃娃娃 欸 說得太好了 確實是啊 有錢人 我們待會兒出現的有錢人 你們就知道他的頭會有多好 好 還有呢 有錢人還會有什麼特質 好 來我跟各位看一下 這兩個人貨有錢吧 那 我先請問一下 你們覺得這兩個人的桃花好不好 這個好 挺好的 這個好對不對 對 對 據說有四個老婆 傳說中啦 有四個老婆 我不知道 四個老婆 據傳說中 他的桃花好不好 對 我們講桃花 不一定是指一性人 人緣 了解我意思嗎 人緣嘛 人緣嘛 人際關係嘛 待會兒我們會去講到他桃花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他們都一定會有法令文 而且這法令文呢 又深又長 而且還開闊 來你們自己看看喔 你們自己的法令文是靠近嘴角 還是往兩邊張開 兩邊 往兩邊張開 對 就像這種法令文 就像這一位 對 這種類似馬雲的法令文 可是我沒有錢 來攝影機照一下他 這種法令文就很好 為什麼呢 這就是大家剛剛你說的心胸開闊 而且呢 他心裡所想的事業是很大的 聽得懂這意思嗎 所以這種人事業感不會大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你看到 我們電視迷信業很多人的法令文是開的喔 譬如說 姚辰 對不對 很多都是這樣子喔 那你看到這種大企業家 很少人的法令文是直直靠近嘴角 對不對 法令文代表什麼 古時候的人喔 他在最早的時候沒有人把它成為法令文 最早的時候 人家只知道他會有一條紋路 而有這條紋路的人呢 可以掌權 沒有這條紋路的人講話沒有人要聽 有這條紋路的人呢 講話大家就喜歡聽了 大家就會服從於他 這叫做威嚴 叫做權威 所以叫做 所以後來的人就把它叫做 法令跟命令 法律跟命令 就叫法令文 所以有這條紋路的人代表什麼 代表管理 代表權威 所以 通常法令文怎麼樣會出來 通常都是在壓力之下 就是譬如說你要經常去做管理對不對 然後你就會屬於一種比較高的壓力之下 所以你就會容易出現法令文 然後當你法令文越深的時候 表示你負擔管理得人越重 所以我大概三十幾歲的時候 就有很深的法令文 然後你們看一下我有沒有法令文 有啊 現在比以前錢多了 因為以前媽就管一堆人 以前我當領導的時候下面管了幾十個人 然後那時候法令文真的很深 那時候還不到三十五歲 然後現在呢 只管我自己一個人 然後所以現在就幾乎看不太出來 法令文主要偏向管理方面 權威方面 那這兩個人管理的人都很多嘛 對不對 所以他們的法令文很深 而且很寬闊 而且呢 那這裡有一個法令如鐘 待會給各位講看那兩個字喔 來 你們看一下李嘉誠 這個人叫李嘉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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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們再看看 剛剛這個也叫李嘉誠 法令文會隨著時間而變 會隨著你的管理權力而變 也會隨著你的事業版圖而變 那你看 是不是差很多 年輕的時候他幾乎沒有法令文 那時候李嘉誠在做什麼 在做投資嘛 對不對 在做商業地產投資嘛 那後來 他百度越來越大 他所要負擔管理責任越重 所以他的法令文就會越深 那這給各位做個對比 所以其實你們會看喔 我一直強調一件事 就是相由心生 相隨心感 很多人說我的相不好怎麼辦 改變心態 誒說得太好了 你們今天是來臥底的嗎 老師你剛剛講的啊 誒真的嗎 對啊 好 剛剛偷偷片你講的嗎 不是 你剛剛說的 像有心生啊 對 像有心生 像隨心感 所以說 那個人喔 你們看喔 李嘉誠 你看他的面相 除了法令文不同之外 你們再仔細觀察 他的面相從年輕到老 有什麼樣的改變 兔領啦 不要吵一下人家租筒 頭髮變小 頭髮變小是自然的現象 第一個鼻子變很多吧 你們仔細看喔 鼻子是變很多 你們很多人會以為鼻子不會變 是不是 鼻子變厚 變圓變大了 對不對 表示什麼 表示他年紀越大 他的心胸越遠厚 他的心胸包容之心越大 表示他的心地越善良 年輕的時候這種像 比較是屬於一種拼業務的型 你們去看那個地產公司 站在門口發穿單的 然後穿個西裝打個淋帶 他們的像都會比較像這種像 對不對 有沒有 李嘉誠 他17歲出社會開始工作 工作第一年 他的業績就是第二名的七倍 然後他 他 照公司的規定來講 以他的業績 要去領獎金的話 他可以領到比總經理還要高的工資 然後距離第二名他的七倍 然後李嘉誠他怎麼做你知道嗎 李嘉誠他說 這時候老闆很煩惱啊 到底該不該給我比總經理還高的工資 而且這時候下面的人會眼紅啊 然後李嘉誠他做了什麼事你們猜 你看 一個人一個說不要了對不對 你一個說領了但是把它分掉 他最後的決定就是說 你給我跟第二名一樣就好 因為李嘉誠有一句名言 做人比做事重要 所以他 你知道他從年紀這麼輕他就懂了這個智慧 所以他就成功 後面也會再跟你們看到他的 有關於桃花這一部分 這個也跟他這個做人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你看喔 他在年輕的時候做銷售做煙霧 做銷售的時候 長的就是一副銷售的像 做銷售啦 就是你看 鼻子很尖很挺對不對 做事情有衝勁 你看下巴的篩子 是不是很明顯很凸 這一張也是很凸對不對 然後 你看回到這一張 他整個下巴幾乎是遠的看不到 這都代表一個人心境的改變 然後最大的改變是在鼻子 我們通常都說鼻子沒有肉會沒錢對不對 那你們現在有沒有覺得自己肉不夠多的 應該有嘛 很多人在點頭對不對 好 說明你就是下一個李嘉誠 他年輕的時候肉都比你們少 好 那我們現在講到的是法令文 法令文是有變的 當你的管理權力越大 而且為了管理所花費的心力越大的話 你的法令文就越深 那法令文最好 最好就是像中的形狀 一個中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一個中的形狀 這就是叫法令如中 法令文最好的形狀 像各位的法令文都還不夠合格 因為法令文最漂亮就是像他這樣子 他是完全包覆住 像一個中有沒有 是像這種形狀 這種中 這種通常都代表說他長了很大的權力 好 然後再來 法令文 這個人認識吧 法令文 如果 在 這個地方有分岔 有些人法令文對不對 然後到 他到尾段的時候會分開 會有一個分岔出來 有沒有人看過這種像的 這種像非常 通常的一件 這叫做金履文 金履文 金履文 金履文什麼意思 就是說 我這個法令文 在這個地方分岔 那通常代表說這種人很樂意幫助別人 然後他也會 因為他樂於幫助別人 所以他會怎麼樣 所以他會有錢 所以他會有錢 這句話太直接了 你剛才中間再加一個環節叫做 所以他會得到別人幫助他 所以這種人通常在事業上 我們就說容易有貴人 為什麼容易有貴人 有貴人通常是因為自己的付出 而得到貴人的幫助 有這個意思嗎 其實我們在所有的秘理學 包括像在發自學 在面向學 我們在講到貴人的時候 通常都說 這一個人本身有貴氣 為什麼有貴氣 因為他本身的學問 他的行為 他能夠吸引到很多人來幫助他 路邊有個乞丐也會想幫助他 應該是不太會 就算幫助他也只是給他一點錢 對不對 如果你看到有個少年在街頭流浪 然後衣衫不整 然後整天就想打架 你會不會想幫助他 不會對不對 那怎麼樣的人 我們會喜歡幫助他 通常都是他的德性夠好 你看他覺得這個人積極向上 我幫助他 他以後可能會成財 以後可能會成為國家的重量 這叫做有貴氣的像 那我們在講面向中 講到怎樣的人容易有貴氣 容易得到人家幫助 容易有貴人 通常是看他面向長得端正 長得好 他比較容易得到貴人 譬如說 就像這樣子 你看喔 這隨便你講都可以 你看他的額頭 如此的漂亮 代表什麼 代表他很聰明 然後呢 你看他的眼神 是不是很有力 眼神是很重要的喔 你們敢不敢拿著眼睛 直接對著別人眼睛看 很多人不敢喔 那個 你們回去要開始練眼神 眼神是面向中很重要的部分 如果你有辦法練到眼神 如此犀利的話 這還不算犀利啦 有一個最犀利的人 我每次都舉他做例子 劉德華 那眼神夠犀利啦 如果你有辦法每天 找一個人 然後對著他眼睛看 然後你路上看到交通警察 在那邊指揮交通人 就對著他眼睛看 看久了他就不敢看你 你眼神就有練出來 眼神越犀利的人 做事情越有擔當 而且你眼神越大 信徒性越大 做事情越敢做敢當 這種人都是代表有灰氣的面向 好 這有扯得有點遠 我們現在還回到文路來講 心旅文通常代表就是說 他會容易幫 他會願意幫助別人 所以他容易得到別人幫助 所以面向中有這種心旅文是很好的 但是很少很少見 我看過的那麼多面向中 也很少看到這樣的面向 好 然後 他們除了法令文的聲之外 你們還看到他們面向中 還有哪些共同的點 眼部大 眼部大那是因為年紀大的 耳朵超過眼齡 好 耳朵漂亮 耳朵漂亮代表什麼 聰明 聰明 對 你既然講到耳朵 我們就再講到耳朵另外一點 他們兩個耳朵都很厚 耳朵厚的人福氣大 耳朵越厚的人我們通常都說 他貴人運越好 耳朵越薄的人比較沒福氣 什麼事都得靠自己來 古書上都說耳朵薄的人不好 但什麼叫不好 古書上沒有說清楚 以我的經驗來講 我看過的人來講 耳朵薄其實很多人都很有成就 但是比較辛苦 因為沒有人幫他 他只靠自己 耳朵越厚的人 他就能得到越多的福氣 越多人來幫他 那通常來說 通常來說 耳朵厚 通常都是他的心地比較寬厚 反正你們只要記得一件事情就好 面相中只要是有肉 通常都是心地比較寬厚 厚 厚實的厚 心地比較寬厚的人 他的福氣就會大 所以以後你們看到有雙下巴的人 你們應該怎麼樣 你們應該趕快抱他大腿 你們趕快看到他就跟他講一句話 哎呀 你這個人真福相 太有福氣了對不對 事實上是這樣子啦 你面相中任何一個地方 他只要是厚 都在人家心地寬厚 而多厚也是這樣子 那心地寬厚代表什麼 有容人之心 能夠包容別人 所以你的福氣就會大起來 其實我接觸過很多很多大老闆 這些大老闆共同跟我講過的一句話 只是說 我沒有比別人有能力 我的能力真的不如別人 我的努力 也很多人比我更努力 但是沒有我這麼有錢 那今天我為什麼這麼有錢 很多大老闆都告訴我一句話 因為福氣 真的是因為老天給我這個福氣 那所以你的心地寬厚了 比如說今天同事 做了幾件事惹毛你對不對 那你們會怎麼辦 報復回來 炸了他 炸了他 去老闆那邊告他一個狀 下次不幫他了 但是 有福氣的人 他就不會這樣做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來講 又是他的故事 李嘉誠 他在30歲左右吧 他在做貿易公司 他在做貿易 然後呢 他的貨櫃進來嘛 貨櫃進來是不是會有一個稅金 會有一個佔扣款 然後後櫃放行之後 那個上扣款再會還給你對不對 然後呢 當時幫他做這個 進入出口這個報關的公司 就給他扣了那30%的佔扣款 其實是高於行情啦 你們如果有人做過報關就知道 不可能30%的對不對 好 然後他扣了那30%之後 就不還他 連續累積了6年 連續累積了6年 你知道這是多大的金額嗎 然後6年後 李嘉誠君他的資金真的搭不過來 他覺得說 你跟我扣這麼多錢 錢多人家給我真的都 我都沒 就是該是我的嘛 他就只有寫了一封信 跟他要這個錢 然後把資金吐回來 吐回來之後 當然他就手頭寬鬱很多了 但是他也心裡會非常恨這個人 說 我齁 真的我事業差點毀在你手裡 因為 我這麼大筆資金被你卡住了 然後 經過了三四十年 到了 到了他也年紀很大了 那這個人 他也回英國去了 然後 有一天 這個英國人 寫了一封信給李嘉誠 說 我想要去香港玩 那 不知道你用不容易接待我 你們覺得李嘉誠會怎麼樣 去接待啊 對 他接待他了 然後呢 但是一般來講 我接 我是老闆 我接待客人 我一定是什麼東西 用最高規模 用最好的車辦 送到最好的酒店 然後用最好的紅酒跟水果招待你 對不對 這個人來 他就什麼都沒有 那個 要去酒店做桑塔納 然後 那個什麼 什麼 最普通的酒店 最爛的酒 水果什麼都沒有 然後呢 好 然後他當初也是很恨他 因為很恨他嘛 你要來 好我讓你來 我讓你來 但是我想看看 我想看看 我最恨的人 我想再見你裡面 結果呢 當他 看到這個人的時候 他 立刻改變他的主意 因為他看到這個人 已經彎腰脫背 一個六十幾歲老頭 連走路都走不太動 他覺得說 這個 人生啊 你也有這一天啊 然後立刻 把全部招待規格 全部都提到最高 然後他很靜心的在香港玩了 一段時間 很晚之後 這個英國人回到英國 一年半之後過世 所以 這有時候告訴我們一件事情啊 人齁 有時候很多事情沒辦法計較 對 當你到了那個關頭的時候 其實什麼都不是重要的 所以說其實 心地寬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 其實你有沒有觀察出 有一個點 他們兩個的共同點 就是這兩條路 在印堂 這裡有兩條紋路 這個紋路 有人叫做 八字紋 其實他跟八字紋有點不一樣 八字紋是往外張開的 那雙雀紋是在印堂 這個位置 有兩條紋路 直直的下來 在眉毛的兩側 有紋路直直的下來 好 這叫做雙雀紋 好 那你們想想看 這個雙雀紋 這個紋路 是怎麼產生的 怎麼樣的心態之下 會產生這種印堂紋路 對 想東西 思考 還有呢 煩惱 對不對 所以通常 會產生這些紋路的人 都是怎麼樣 壓力大 心理壓力大 才會產生這樣的紋路 對不對 好 所以 但是心理壓力大 產生這種紋路又好 分好幾種 有一種最可怕的紋路 叫玄真文 等一下會講 它只有一條 另外有一種叫 穿字紋 就是你剛剛說的 穿字紋 就只有三條 也是不好 其中 平常紋路之中 比較好的一種 就是兩邊的 而且是直的 這叫雙雀紋 通常會產生這種紋路的 都是壓力比較大 思考比較多 就是 你們平常講話的時候 平常想的事情是會皺眉頭 那皺眉頭 我勸各位最好不要皺眉頭 要皺眉頭 也不要 也要皺得好 要兩邊皺得平均 不要擠出 桌雀紋 不要擠出 穿字紋 不要擠出玄真文 要擠就擠出 雀雀紋 不容易擠出來啊 但是通常喔 有這樣子的像的 會有什麼樣的情況 第一個 性格會很嚴謹 性格嚴謹 做事情會一絲不苟 而且是深思熟慮型的人 所以有這種像的人 好不好相處 不好相處 你會覺得一絲不苟 你會覺得沒有人情 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事情要考慮得這麼周詳 好像就是說 什麼事情都沒有灰色地帶 但是不得不 因為他是企業家 他的一個決定 要負這麼多的責任 他不得不這麼謹慎 所以這種人通常在婚姻上 除非另外一半 能夠非常非常體貼跟包容 否則當你有印堂這種紋路 印堂不管是一根兩根三根 只要有紋路的人 性格都不好相處 婚姻上都不會太好 那尤其是女生 男生有這種像 你可以說他是企業家 女生有這種像 當然他也有可能是女的企業家 但是通常來講 婚姻不會太好 所以各位還是練習一下 如果說有這種紋路 通常都代表說 你的心理負擔很重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人這種紋路 最好勸他 把事情放開一點 放輕鬆一點 想開一點 然後呢 沒事多練習把眉毛展開 這樣子 努力練習把眉毛展開 這樣子會對你自己比較好 而且我的老師就是 我們台灣命學研究中心的創始人 錢老師他 從我們發生在學面相的時候 他就只告訴我們一句話 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 站在鏡子前面 看看自己的印堂 漂不漂亮 如果今天印堂發紅 哇你今天會有好事 如果發黑 今天出去就要小心一點 最少搭地鐵不要開車 那如果看到自己的印堂 出現雜毛趕快把它刮乾淨 出現皺紋怎麼辦 趕快抹一抹 對趕快想辦法把它弄掉 敷個面膜拿個那個什麼乳液 把它抹一抹對不對 然後盡量 如果你沒有乳液也沒關係 你就拿手把它這樣子按摩 把印堂推開 讓印堂出現好的氣色 今天一天的心情就會好 你會 那按摩的地方有點不敦 在下面一點兩枚之間 兩枚之間這個地方叫印堂 對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 以飽滿為最好 如果不夠飽滿怎麼辦 今天竟然沒有聽到 常常聽到的答案 我常常聽到的答案是玻尿酸 今天竟然沒有人說 有人說 有人說啊 對不起我沒聽到 那個印堂 要好通常都是靠修出來的 道家說 如果你經常在修煉的話 你會在這個地方 修出第三枝眼 所以第三枝眼 所以人家說 一個人如果身體好 氣足 精神好 心胸開闊 自然這個地方會很漂亮 那你說像他們這種人 心胸開不開闊 他有他開闊的地方 但是他也一定有他不夠開闊的地方 他一定有很多的煩惱 長期連擊 通常人家會說 印堂出現紋路 是長期的煩惱造成的 長期的壓力造成的 那所以 這種紋路 尤其是 當老闆的 出現這種紋路 是不得已的狀況 尤其是 如果各位 你們有沒有去看過 北京 中南海的一些官員 的面相 沒機會 沒機會齁 我上天一場才看吧 百度一下 我看過很多 很多是 照片是假的 你說的很對 我看過 但是我看過都是真的 因為都是我北京的朋友傳給我的 我北京很多客戶 都是在這個領域裡面 有涉獵的人 所以說 他們有時候傳一些 那種迷人的照片 那個當官的照片給我看 其實都很可憐 他們的 你看那個面相煩惱都很深 不輸他們的身 好 好 接下去 所以剛剛 總結 我剛剛說 企業加油的文路 代表的通常都是什麼 法令文 通常代表是什麼 權威嘛 對不對 領導的壓力嘛 然後 印堂的雙指紋 代表是什麼 顏緊 對 好 然後 通常代表 煩惱多壓力大 好 然後接下去 人緣桃花的紋路 你們就知道在哪邊了對不對 眼睛 來 魚尾紋 我們眼睛的後面的三角部位 叫做魚尾 裡面靠眼睛叫魚尾 靠外面的叫尖門 好 然後魚尾跟尖門這兩個部位 這一個區域叫做夫妻宮 它也是人體腎氣的表現 腎氣知道吧 就是要買iPhone7的時候 我們要賣一顆腎 那顆那個腎 腎氣 腎氣 腎氣的表現 腎在身體裡面屬於 靜默水舞屬哪一個 水 對 所以 我們經常會說腎水不足 對不對 腎水不足指的 在一面相中會表現在哪些地方 表現在魚尾這一塊 還有眼袋這一塊 眼袋這一塊 俗稱眼袋 在那個面相中叫臥蠶 或叫內膛 或叫做子女宮 好 那在面相這一塊 叫做子女宮 叫臥蠶 叫內膛的地方 也代表腎氣 所以說 腎氣不足的人 在這個地方就會怎麼樣 發黑 發黑 然後呢 在更遠周圍你會怎麼樣 黑眼圈 黑眼圈 對 再更嚴重一點呢 腫起來 對腫起來 就眼袋 再更嚴重一點呢 好 那再更嚴重一點就是 就是會產生一些紋路 就是 通常紋路不會是在你很緊實的時候就產生 好 那所以說 我講一個笑話給各位聽喔 我有一個朋友 那個 那個 他就會喜歡跑KTV 嘛 然後呢 他每次去KTV的時候 事實上什麼都不懂 但是他每次去KTV的時候 他就喜歡幫小姐把賣 那 他根本就不會把賣 然後他每次 他說摸小手 摸小手這個太低級了 他有更高級的 更高級 他每次都說 把 你啊 那個 月經失調 他說 哇你好厲害 你怎麼知道 為什麼 因為夜 對啊 因為每天都晚睡啊 每天的 晚上這段時間 是我身體在補水的時候 這個各位都知道嘛 對不對 晚上不睡覺 腎就會不足 腎氣就會不足 腎氣不足 當然月經會出問題 再來你會發現黑眼圈就會出現了 所以黑眼圈就會出現 是腎氣的問題 所以說在面向中 這個地方 發黑 通常都代表腎氣有問題 在眼尾與尾尖門這個地方 發生不好的氣色 通常也代表腎的部分有問題 好 那所以說 為什麼會有人說 魚尾尖門加上眼帶的部位 如果產生紋路 通常都很多人會說 它代表中癒過度 晚上睡不好 其實原因都是由這樣而來的 它不是憑空而來的 對 晚上沒睡好 所以說 當然 我們也可以說 所以很多人會把 魚尾文 這個部分文路 都視為不好的來講 甚至有人說 魚尾文代表淫當啊 有沒有 有聽說過吧 沒有 沒有 好啊 古書上都這樣說 古書上從來沒有把魚尾文 正面的寫過 古書上都說魚尾文的人 那個什麼淫當啊 然後 就是不入流的那種感覺 那可能古時候的人不需要熬夜啦 古時候的人熬夜一定都是去做壞事啦 那現代人因為生活型態的改變 很多人都不得不就是說 交際應酬很多 甚至古時候沒有所謂公關的這種行業 古時候的人做生意這種交情的部分 可能沒有像現在熬夜那麼多 但現在時代改變了 所以魚尾文它就會有它正面的意義 魚尾文代表人際關係 所以有一種說法 魚尾文越往上揚的人 就像這樣 魚尾文往上揚的人 通常代表他在人際關係方面越好 而且 在人際關係方面有積極的企圖性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說如果你看 有時候你看到一個魚尾文長得很漂亮 如果我又往上揚 那加上配上其他條件 還有很多其他條件要配合 譬如說那種 夫妻做啦 然後顴骨啦 腮骨 然後下巴 就是配上這幾個條件 都成立的話 我們就會說這個女生容易遭風引蝶 聽得懂你的意思嗎 他會容易在人際關係方面 才會去主動動作 那如果這樣他顴骨又高 那表示他又想去掌握這個群力 所以他會很積極的去找對象 那魚尾文往下 這叫往上對不對 好 魚尾文往下的 通常也是代表桃花 魚尾文不管往上往下都是桃花 但是魚尾文往上的話 桃花通常是自己會積極主動去爭取 那我們喜歡看女孩子的魚尾文 最好是平的 或是稍微往下 代表他有桃花 但是他不會去很積極的去爭取桃花 那這樣就我們俗稱的賢妻娘 好老婆的像 那所以各位 好老公的像 魚尾文應該怎麼樣 大家都希望往下 對 大家都希望往下 對 其實 我們都不希望自己的另外一半 太過於招桃花 好 所以全面向的目的 就是要先認識好另外一半 那像馬雲眾 又往上又往下怎麼辦 對 你說得很好 往上的多 對 你說得很好 所以他在人際關係方面是非常積極的 那但是他為什麼沒有傳過匪多呢 太醜了 馬雲 對啊馬雲啊 太醜了 太醜了 因為長太醜了 這個答案真好 人家可以有錢啊 我跟妳講一個重點 他魚尾文非常乾淨 非常乾淨 文路非常乾淨 文路清晰嗎 對 文路清晰乾淨 而且 他把他的桃花用到了他的事業上 其實妳說馬雲有沒有桃花 有 我講的不是男女之間的關係喔 他 在人際關係上面是得到很多人幫助的喔 譬如說他的第一桶金 好像孫正義給他的 軟體銀行嘛 對不對 然後後面 你看他 在還沒出名之前 孫正義是在還沒出名之前 他出名之後 什麼各國 什麼以歷史的國務網也接見他 那跟歐巴馬一起出遊 其實他很積極主動的去拓展他這種人際關係 你想 他會跟歐巴馬出遊 是因為歐巴馬邀請他還是他自己去跟歐巴馬說請你邀請我 應該是爭取的 為什麼 因為他想拓展他的生意 他為什麼會想要 他當時他還沒有那麼有名的時候 那時候習總書記在上海對不對 習總書記也曾經跟他一起出遊過啊 那當時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想把他事業拓展 所以通常你們看到魚尾文像馬雲這個樣子的 他在事業上的人際關係上面 他會非常積極的拓展 所以我看一下我小超馬雲說過一句話 馬雲說成功靠人脈 人脈靠真誠 我是看不出他很真誠啦 但是 他的人脈一定是很好的 王健林呢 他也說了一句話 再看一下小超 不過一個小目標 先振他一個E 或者他說一句很重要的話 他說北大清大不如膽子大 所以其實從他的膽子大這句話 你們也可以看得出他一種積極求證的形態 所以他的魚尾文也是往上比較多 王健林還說過一句話 有野心的人才能掌握未來 就是說他們這兩個人都是野心非常非常大的人 所以他們在魚尾文的方面都很有很明顯的表現 但是畢竟王健林比較弱 他在這方面比較弱 但是雖然說弱啦 跟我大家比起來他都算是強的 對不對 只是他跟馬雲比起來 馬雲的積極度比他強很多 然後再來 桃花紋就是指眼袋這個地方的紋路 你看馬雲也有這一條 很明顯對不對 王健林也有很明顯對不對 這叫做桃花紋 然後第三個叫捧場紋 捧場紋在這邊 看到了嗎 對 對 他不是法令喔 法令是這樣對不對 紅場紋是從下巴往上到臉頰 這叫做捧場紋 而且捧場紋 有些女性的捧場紋還會帶著酒窩 有看過嗎 有 誰 對 好 待會兒我還有些例子 也是有 然後 紅場紋 你看他們兩個紅場紋都很明顯對不對 這紅場紋通常也代表人際關係啦 那紅場紋怎麼來的 笑出來的 對 所以各位要經常練習 常常笑 然後呢 把紅場紋給你笑出來 但是 小心一點在笑的時候 不要動到眼睛 換魚尾紋出來沒笑好 魚尾紋出來就會比較不好 好 其實通常喔 你要做公關行業 現在這個社會不是那麼忌諱魚尾紋 現在這個社會有時候人際關係好 反正是一個幼事 好 所以說 魚尾紋要長就要長得好 魚尾紋最怕怎麼樣 最怕亂 亂 又直又合 有這種人 就是他有 他有的魚尾紋往上之後 他會往下 他會有交錯的 還有一種最可怕的魚尾紋 叫做剪刀 你有沒有看過這種魚尾紋 就是魚尾直接是一個剪刀 中間一條 長一個箭頭的樣子 是三角的 三根 這種剪刀魚尾紋 是最可怕的 就是這種魚尾紋 通常啦 在相學上 會說這種人 比較泛桃化 然後情欲比較重 容易出軌 容易有小三 你看 除了人脈都是浮雲 這是他說的 所以 李嘉誠你看到 紅場紋有沒有看到 魚尾紋有沒有看到 你看這張也很明顯 有看到吧 而且他的魚尾紋 你看喔 魚尾紋他的魚尾紋都是平的 很多條都是平的喔 不要以為魚尾紋都已經是往上 或是往下 對不對 馬雲那種魚尾紋跟這個魚尾紋不一樣 所以 李嘉誠他在帶人 跟馬雲帶人就不一樣 馬雲是比較主動 比較積極的 侵略性比較強 而李嘉誠和帶人 比較重感情 好 然後呢 還有他眼帶的這個 桃化紋也是蠻明顯的 還有 李嘉誠法令如中 剛剛講過 對不對 再來 這兩個人你看到什麼紋路 桃化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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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對 桃化紋 還有呢 法令紋 還有法令紋 對 而且 你們注意看 這個法令紋 有分岔 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金鋁文 對 對 有點不一樣 而且 而且你注意看 他的這個 法令紋 是不是往外 非常非常的寬 對 法令紋越寬的這種人 做事情 膽子越大 野心越大 OK 那像 納英的法令紋 也是很明顯的 所以這兩個很明顯看得到 都是他的紋長紋 好 然後 接下去 桃花紋 桃花紋 除了 這甜亮喔 我特地找一張他放大的照片 桃花紋 這個 魚尾紋 要不要有 最好要有 但是有 不能過度 好 像這樣子的 魚尾紋 就是比較適度的 他有 而且 往上揚 但是 比較超過 不要太長 他這樣可以得到 他適度的人際關係 各位如果是做工程師的 那可能 人際關係就沒那麼重要 但是如果是做老闆的 做銷售的 這種魚尾紋 人際關係就會很重要 好 那麼 有些人的 魚尾紋就會比較過度 張柏茲 這個 看的可能不是很清楚 仔細看 這個 張柏茲的魚尾紋 非常非常多 而且比較淺 他不像馬魚的那種很深刻的魚尾紋 他甚至他的深度不如田亮 田亮的深度是很深的 但是不亂 不多 張柏茲的 很明顯就是又淺又多 所以 你們都知道他跟陳冠希傳出的 電照門事件 對 曾志偉他的桃花 我想各位都很清楚吧 但是曾志偉他的桃花 他在演藝圈的人際關係是非常好 據說2013年的金像獎為了他而提醒了 因為他宴請了很多人參加他的什麼婚禮 對不對 生日 他的生日Party 然後 跟金像獎撞起了對不對 然後所以金像獎主辦大會為了他而去把那個金像獎頒獎禮 因為他們都知道曾志偉的朋友一旦去參加他的Party之後 都不會來金像獎 所以他的人際關係非常好 你們注意看這兩個人的魚尾紋他的比較深 而且你看他的魚尾紋往上比較多 所以他在感情方面的侵略性、主動性都是比較強的 然後當然他們的紅場紋跟法令紋都不用說了 這些人的事業都做得很不錯 所以魚尾紋不要過很多 那接下來魚尾紋上揚如果超過了鼻樑 你看張學友的是不是超過鼻樑 他魚尾紋到這麼高了 對不對 魚尾紋超過鼻樑 這種在女生來講我們就會不喜歡 其實在男生來講你們女生也會覺得不喜歡男生這樣子 但是還好張學友他感情一直都很穩定 那我們就可以把他的魚尾紋超過鼻樑 解釋成他在人際關係上面的積極度 那他在婚姻方面他倒是沒有亂來 所以我們不要說看到魚尾紋很多 就斷定他一定會有外遇 有時候你要兼顧其他的地方來看 那有些人他 即使你要看一個人會不會犯桃花 除了魚尾紋之外 還有一個地方很重要就是眼神 有些人的眼神 你看他叫做桃花眼 他會到處飄 到處飄到處對人家拋媚眼 聽得懂媚眼什麼意思嗎 都知道 反正會對人家放電 而且會主動勾引人家 然後眼神比較靈活那一種 叫桃花眼 那魚尾紋加上桃花眼 如果再加上顴骨高加上下巴肩 這種我們都會很明確的說這種面相 比較像是小膽面相 那如果他長得一個人長得很端正 然後眼神很正 但是魚尾紋很深很長 這種人他很可能就是說 他在工作中的人際關係會處理得很好 好 那再來 除了剛剛所說的那些紋路之外 有些紋路會對試驗運勢產生所愛 好 譬如說 好 來 最明顯的就叫玄真文 玄真文就在兩枚之間產生一根直直的紋路 叫玄真文 而且這根紋路它的條件是 它好像是一根針四象心臟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叫玄真文 玄真文 古人說 上課父母下課子女 然後呢 孤獨終老不得好死 古人對於玄真文真的是非常非常強烈的 說絕對是不行的 玄真文通常他都是 剛剛所說的雙指紋更強烈的壓力之下 所擠壓出來的 那這種人通常心胸會比較狹小 因為為什麼會有這種東西 通常都是因為壓力大煩惱多 但是壓力大煩惱多 有的人會設法去劃緊他 有的人就會往牛角線裡面去鑽 那這種人就是會往牛角線裡面鑽的人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說 當一個人他容易往牛角線鑽的時候 他做事會非常非常執著 所以做事業會不會成功 會成功 而且會非常成功 但是他會得罪掉一堆人 而且這種人心胸不夠開闊 做事情他會無法授權 他會什麼事情都要獨攬大權 他不信任人家 所以人家會說這種人容易怎麼樣 容易記仇 為什麼會記仇 心胸狹小 他每件事情都要往牛角線裡面去鑽 他不得不這樣做 因為他面的壓力 他不得不去保護自己 但是他反而會形成 一把刀指向別人的時候 他另外一面會指向誰 指向自己 這就是玄真文的意思 所以這種人通常在婚姻上也會不好 這個人叫做黃紅 所以你們知道他是誰吧 但是後面有給你們答案的 你們有看過一個電視品牌叫創維吧 現在越來越紅了 創維整個集團就是他的 創維把他還在中央部 要放那個 有有有 你現在上京東什麼都看得到他 淘寶什麼都有 SKYWARDS 對創維 他喔 在2000年的時候 他發生了一個事件叫陸華牆事件 他有一個一級主管 就是他最親密的主管 帶了一批人離開創維 然後呢 對於創維造成非常非常大的衝擊 那2000年之前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苦運放學的人 非常中央集權的人 然後所以他完全不願意信任別人 有人這麼說 有人說 有某某他親近人是說 他對於外人的信任跟懷疑 這兩件事情之中 他絕對選擇懷疑 他絕對選擇懷疑 這就是全真文標準的那種 很多外國明星 兩個眉毛很粗很濃 然後印堂非常的狹小 有沒有 然後還沒壓一點 而且還會出現全真文 這種以前都會被人家認為 這叫很帥 對不對 很帥氣 很帥氣的面相 但是其實這種面相 是很不好很不好 信兄非常狹小 婚姻通常都不會好 然後呢 他在2000年陸華牆出走之後 他就進來一個新的高管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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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陸華牆出走事件之後 他就開始體認到 他是不是自己是不是出了問題 所以他就開始自己檢討 然後所以 他還是準備放權 所以他招了一個新的高管進來 叫做張學斌 然後他就放權給他 甚至他跟張學斌說 有三千萬以下的決策 你自己簽就好 不用我簽 然後他把補權大量釋放出去 49%的補權給員工跟進銷點 他總共是他50%的補權 就是充分放權 在張學斌的帶領之下 然後整個創維集團完成了這樣的放權動作 所以使創維集團非常迅速的成長 到了2001年他進來 到2004年的時候 他們已經完成整個放權 所以到2004年11月 他被抓去關 他被香港連政公署抓去關 關了五年 這五年之中 整個集團不但沒有衰退 而且運作越好 原因就是因為 他的第一把手叫做張學斌 已經幫他把整個放權動作完成 所以各地完整了自己運作 沒有受到他入獄的底下 結果他一出獄 就把張學斌給砍了 所以心胸非常狹小 因為他開始懷疑張學斌的忠誠度 因為當時有另外一個集團 來向張學斌遞兔橄欖枝說 你要不要來我們這邊 那個其實張學斌其實也沒有接受 但是他就懷疑他 然後第二個原因是因為張學斌 他把他的股票做一些處理 所以他懷疑他的忠誠度 所以他就不喜歡沒有忠誠度的人 所以他就把張學斌給開了 開了之後呢 他又開始逐漸的恢復中央集權 甚至他最後他據說 他想要成立一個財務公司 專門管理他們公司所有的財務 這個公司所有的經銷點 所有的份公司的財務 財務人員全部猜測 所有的財務 那顆張全部你收回來 所以他對人是非常不信任的 所以這種就是全真文一種非常強烈的代表 就是說對人的不信任 對自己的極端的自我中心的一種代表 但是畢竟他的事業還是做得起來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在早期的他跟後期的他 全真文其實是有變淡的 所以說各位如果有看到有誰 已經累積出長期壓力 累積出全真文 你們就要勸他 心胸一定要放開 要修自己的心 要念佛 要讓自己的心胸放開 不要執著於某些事情 能夠放權就盡量放 人生在世 你享受得了多少 所以等到六十幾歲 萬腰駝背了 走不動了 你還有什麼 對不對 好 然後其實你看他 法令文也非常的深刻 然後還有一點 你們有注意看到嗎 他額頭的紋路怎麼樣 很多對不對 而且他額頭紋路 你們看額頭紋路是整齊的還是亂的 其實不整齊很亂 額頭的紋路 最好 不是說絕對不能有 額頭紋路最好是如刀割 像刀子割過去一樣 一條兩條三條 很整齊的三條 這樣是最好的 那不要這邊一條 那邊一條 最後是亂的 這代表思緒很亂 代表你的想法比較雜亂 你沒有辦法有一個中心思想 這種面向紋路就是不好的 然後 像這種額頭紋路雜亂的人 其實很常見很常見 那 所以不如沒有紋路 所以我們心想會講喔 你們剛剛很多人都說只有法令文對不對 很多人都有抬頭文對不對 你們有抬頭文跟法令文的人 有法令文跟抬頭文的人 超過三十五歲了嗎 都沒有 照理說齁 沒有 超過 在三十五歲以下 就有比較深的法令文 跟比較深的抬頭文 通常都代表你比較辛苦 煩惱比較多 經常要處理很多很煩的事情 所以會出現這些紋路 所以這種叫做命不好 所以 當你看到一個人的額頭紋路非常平整 印堂也平整 甚至沒有看到法令文 這種人通常都叫做好命 有福氣啦 因為你不需要煩惱太多事情嘛 就整天很開心嘛對不對 那現在這個社會沒辦法 你必須承受這些壓力 那怎麼怎麼樣 自己看開一點嘛 但是額頭有文路沒關係 但是要 要深會比較好 好 這一個人叫成年 凡克成平的老闆 凡克成平現在在嗎 在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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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人喔 你們可以看得到 第一個 他的法令文算寬還算窄 很長 對 這個人非常執著 然後他的法令文不算寬 算窄的 所以他的事業其實一直都沒有做得很大 但是你們可以看得出 他的梅洗 代溝 這個人野心非常非常大 然後呢 所以他最成功的一年 就是他最失敗的一年 他在2011年的時候 他 房客本來預計 1月份的 那個 單月延 他從1月份的時候 他 預估 每個月的營收是30億 到了3 然後他發現賣得不錯啊 他到3月份 修正每個月的營收為100億 然後呢 所以為了100億怎麼樣 各大會拚命進貨啊 對不對 拚命的上架啊 拚命的很多產品啊 為了100億嘛 對不對 到當年年底 虧了不到幾百個億啊 然後所以 2011年的員工 從幾萬個人 變成剩下 立刻摔下來 這個叫做一個人的野心過大 而缺乏自治之力 所以判斷錯誤 所以 可以想見 你們不要看他 你們可以想一下 額頭紋路整不整齊 一定是亂的 對不對 一定不整齊 其實真的 你看額頭紋路其實並不漂亮 而且 對 其實你們可以去找他各種角度的照片 你會發現他額頭紋路其實並不漂亮 然後 他的玄真文有沒有 也是有的啊 蠻淺的 蠻淺的 他不如剛剛那個神 不如剛剛那一個 所以 他做的事情 當然他的決心 他的毅力 不如剛剛那一個 但是 可能他機運也沒那麼好 所以他到現在 做的不是很好 所以說 這些紋路 面向上的紋路 其實 原則上 我們都希望最好 面向上完全沒有任何紋路 這樣子一個人一生才會平順 但是 你一個人一生平順就好嗎 未必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來你看一下他 這是他最近的照片 紋路確實少了很多 煩惱少了 因為公司也變小了嘛 所以他煩惱也變少了 好 所以說 我們來講 相由心聲 其實臉部的紋路 他都是受到內在情緒的影響 然後 這邊我就帶兩個故事給各位聽 第一個是唐朝有個政治家叫裴度 他呢 有一天在路上就遇到一個道士 跟他說 你的面向藤蛇入口 必將餓死 藤蛇入口是什麼 你知道嗎 法令文 知道吧 法令文 進到嘴巴 有沒有看過這種像 法令文 他沒有下去 他進到嘴巴 叫藤蛇入口 古書上說 藤蛇入口會餓死 例子上有幾個這種著名的例子 他就是其中一個 然後呢 他 那個道士就叫他說 他說 你要好好的修心 叫他 後來叫他做什麼 忘了 反正叫他信佛 對 對 他皈依了 然後 然後就重新 就去休息 後來 那個人家就告訴 後來他又過了一陣子 又遇到同一個道士 他說 哇 現在這個面向是一個貴相 很有福氣的相 然後後來他就 當了 不知道當了什麼官 不知道他當了什麼官 反正也是一個蠻大的官 所以相由新生 那叫藤蛇入口 所以同樣是藤蛇入口 有人最後大富大貴 有人最後真的餓死 差別在於他的心境 他的心境如果改了 就像他一樣 就會好 對不對 另外一個叫 現在吳蝦阿蒙的故事 有聽過嗎 有聽過吳蝦阿蒙這個成語吧 吳蝦阿蒙指的是 在三國時代有一個大將軍 叫呂 呂蒙 呂蒙他 早期是一個混混 後來就當兵了 當兵之後就在軍隊裡面 獲得了一個重要的職位 慢慢的 因為打架 很會打架嘛 慢慢慢慢的就 升上個小軍官嘛 然後這時候孫權 看到他 就跟他說 他就說 你啊 每天在那邊 你每天在那邊 你每天在那打仗 是很好 但你現在開始做一些管理的職位 因為你開始帶兵了嘛 你應該讀一些兵法 好 然後他就 開始發奮讀兵法 讀讀讀讀 讀了一陣子之後 後來 那個魯述 三國有一個魯述 你們知道吧 魯述看到他 就跟他說 事別三日 光目相看 你已經不是昔日的無下阿蒙 那個無就是孫權的那個無嘛 所以他說 你已經不是昔日的無下阿蒙 所以一個人的心境 會隨著你讀書跟修養而改變 所以說 這個唐朝的禪師他說 七尺之虛不如一尺之滅 一尺之滅不如三寸之筆 三寸之筆不如一點之心 我們在八字學裡面 常常講到一句話 就是說 一個人的善惡 有時候都已經超過天命 其事區區八個字所能夠代表 就是說 有時候你不要太 命運確實有定數 以我從生命裡工作這麼長的時間來講 我看的八字幾乎很少看不準的 表示你出生的那個時間點的那個磁場 對於你有絕對的影響 但是 它不是絕對 當你有極善或極惡的時候 都一定會有所改變 你把自己的學歷提高到什麼程度 不然自己的心境提高到一個層次 你所表現出來覺得不一樣 我們有時候也會看到一個人 其實他八字真的不怎麼樣 但是因為他放對了環境 他就做得很好 所以你的心境你的環境 都是需要 就是說 配合你自己的專查 去做一些調整 那你調整之後 你的心境改變了 你的命運自然就會改變 所以 這裡就跟各位講到一個故事 為什麼 我小時候會懸滅下 因為呢 小時候我爸是做生意的 做生意很好做 反正怎麼做怎麼賺錢 那 然後 突然之間遭到小人陷害 然後 事業突然 蹦 掉下來 然後 真的是這個打擊 對我們學家講 打擊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爸就決定 全面下 要看清楚這個世界上 到底誰是好人 誰是壞人 那 所以 我就因此而踏入了 命理的這個領域 所以其實我也很感謝 那個陷害我們的人 因為如果不是他 我今天也不會走到這個講台上 跟著大家見面 對不對 如果不是他 我今天也沒辦法開窗出我自己的這番事業 所以各位有時候 當你遇到挫折的時候 你要去想 當老天關了一扇門 一定會幫你開一扇窗 為什麼要學面向 學面向最重要的是認清自己 認清你身邊的小人 知道誰是好的人 誰是壞的人 誰是幫助你的人 誰是艱險的人 哪些人是會出賣你的 然後呢 你要找到一個適合的另外一半 譬如說你的另外一半 最好 魚耳聞 就不要太往上壓 最好法令聞 要有 但是不要太深 為什麼 試驗心態重 對 試驗心態重 不顧家庭 還有呢 控制欲強 對 會比較兇 不聽老婆的話 還有呢 所以 男生找老婆也是最好 找一個魚耳聞 稍微往下的人 對不對 然後呢 對 如果有請 可是找老婆的時候 大家還沒有出現的 魚耳聞 有些人年輕就會出現 其實 面向中還有很多地方 可以觀察說 這個人是不是做你的老婆 所以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其實我覺得 學一點面向 對各位的生活 都一定是有幫助的 是嗎 老師還是說 如果找老公吧 蛤 還是說 如果找老公吧 對啊 如果找老公啊 第一個喔 一定要長得帥 對 就像我一樣 對不對 來 第一個齁 我們就來看看他的 來 你轉口頭給大家看一下 對對對 來 福氣 還有這邊的沒看到 很有福氣對不對 心地善良好請坐 我剛剛就一直在看他 因為我們 離我遠的我看不太清楚 但是你離我的近 我看他鼻子最漂亮 對 鼻子漂亮 會賺錢 然後呢 心地善良 有人緣 然後呢 再來找老公 第二個 希望他有責任感對不對 然後你希望他 對 你希望他對你好 希望他聰明 對不對 怎麼看 很多地方啊 有一個問題 好 你說 整容對面向有影響嗎 有 一定有 我曾經見過這個例子 這個我這邊講給各位聽 我有個客戶 他說 他在 他本來喔 他給我看他的鼻子 他鼻子整容過 整得這麼高 就很高啊 就現在非常流行的那種鼻子 他告訴我一句話 我就跟他說 你整個鼻子對你的婚姻絕對不好 他說 為什麼 我說 個性一定立刻變得比較自我跟強勢 然後 他跟我說 對 他真的有感覺 他在整容之前跟整容之後 他的性格變很多 那是面向決定了你的運了 還是說 你的運決定了面向 那是面向可以講 對 好 整容是透過面向的改變 而改變你的心境 比如說你每天看到自己的一字眉 你就會覺得自己很強大 自然對另外一半就不會忍讓 所以我們通常說一字眉不立婚姻 聽得懂這意思嗎 我每天看到自己的鼻子這麼高 我會有個下意識的反應 告訴我自己說 我蠻了不起的 大家都要來配合我 所以整容其實是透過面向上的改變 然後你而改變你的心境 就好像我們經常問一個問題 改名字會不會改運 會 會 為什麼會 不知道 有的時候不知道 心境啊 沒錯啊 是心境的改變 你的心境 名字本身有五行 然後 我每天去催動這個五行 比如說我每天叫這個名字 它會加強你的這個金的力量 舉例來講 假設這個名字本身屬於精髓好了 然後我就每天叫這個名字 它就會增加你生命中的精髓力量 然後你聽了之後 你無形中 你會受到這個名字的影響 然後你的心境會改變 算了 因為名字喔 它有很 名字的組成其實很複雜 你們 下次可以再來聽一次 我講那個姓名學的沙龍 名字本身組成很複雜啦 它包括 五格 三彩五格 你們聽說過吧 三彩五格 天格人格地格嘛 對不對 包括發音五行嘛 還有發音 例如說你姓什麼 你的姓是屬於火 然後第二個字屬於 金 第三個字屬於水 這樣好不好 火會課金嘛 對不對 它會影響長輩對你的關係 那接下去 你三彩五格之間也有五行 對不對 你的筆畫 擠畫會有什麼五行嘛 這中間還有生課 所以 由於這些複雜生課 他會去影響你的性格 那這些性格 就有時候會覺得 有些人他會比較容易被人家押住 有些人會比較叛逆 那叛逆的人 他在事業上會怎麼樣 他有可能會創業成功成為大老闆 但也有可能他能力不夠 就被老闆打下去 就失業了 有可能吧 所以這都要配合你個人的情況去做 去做判斷說怎麼樣會比較好 所以你說改名字有沒有影響 而且我的那個名字也是藝名 我的本名一直沒有改 我身份真的一直沒有改 但是我一直用這個名字 就是大家都叫我這個名字 所以用久了 我慢慢也感覺到 其實我自己很多方面 我的心境 我的個性上有改變 這是名字對人的影響 整容對人也有影響 甚至你們會經常問的一個問題 一命二運三風水 風水到底對人有沒有影響 有 那為什麼放一隻殘廚他就會招財 放了殘廚就會自己覺得自己會賺到錢 所以既然答不出來 這就表示這一個說法是不對的 其實風水是透過氣對人的影響 好比說這間房子對不對 我們現在這間房子 它的氣是從這邊進來 對不對 那這個房子之前你們有沒有來過 之前在那邊嘛對不對 之前的氣是從那邊進來 那這樣子對這間房子的氣有什麼影響 有影響 所以我原本辦工作放在這邊 那當氣這樣進來的時候 對我是好還是不好 或者是從這邊進來對我還是好還是不好 不能說絕對是好或是不好 就是要這樣去算 因為氣進來它有它運行的軌跡 聽得懂嗎 它運行的軌跡 它會進來 它需要一個地方叫它去沉澱 然後它去吻氣 吻氣之後再散到各地為人所用 所以房子中就會產生所謂的生氣方 殺氣方 所謂的無鬼什麼這些方位 那你這些氣你在這個方位上 你就會受到這個氣的好處 或是受到這個氣的壞處 那聽得懂嗎 所以氣會對人產生影響 因為這個氣天地調和的這種陰陽之氣 為人所用之後 這個氣對你好不好 那對你好就會怎麼樣 失序清晰 炒股票的時候就不會買錯股票 聽得懂這意思嗎 讀書的時候精神就會充沛 所以為什麼會有所謂文昌問 文昌問也就是說 在這個房子裡面那個氣 會對於讀書 或是對於思考判斷比較有幫助的地方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風水也是一種科學 它也透過改變人本身 而去改變運氣 所以沒有一個學問是說 我給你施個法術 你就會立刻 對 然後有些人說 我幫你做個法術幫你補財庫 有沒有聽過 補完財庫 你本來補財庫有缺 補完財庫你就會賺大錢有沒有 有沒有 那如果他那麼厲害 他為什麼不把自己補財庫補起來 師傅剛才有提到精水嘛 是吧 我記得以前你有講過 如果是陰精的話 身弱 它可以身弱 用太普 那如果是一個陰精 然後水又旺 那要增強他的精 對 你講這個部分已經牽涉到命理的部分了 這好像不在今天的範圍之內 不過 你大概回答一下你的問題啦 這還是要看整體的配置啦 就是說 原則上 如果你本身太弱的話 他還是要補你本身啦 如果你本身不夠強就是 如果你本身夠強的話 可以比性 但是這個東西你要看整體配置 這不是絕對的 每個人不一樣 老師可以回到之前那個怎麼找 值得依靠的男人嗎 好 值得依靠的男人齁 剛剛講的第一個 他的鼻子 對不對 第一個 鼻子看起來要是一個有錢的鼻子 第二點 這個人 你要看他的面向中 絕對不能有任何是屬於尖的部分 尖 對 譬如說下巴尖 譬如說腮骨 非常的明顯 尤其是腦後腱腮 會非常的 腦後腱腮不見得不好啦 做事情有執行力 有決斷力 然後還有呢 然後還有呢 包括嘴唇 嘴唇 會不會勤 對 這些都是不好的 其實這個東西講起來 他一大串學問 那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 大家可以搞個面向 幫我們大家一起來 把這整個畫的全部講完 可以 還有譬如說眉型 眉毛的形狀 像你隔壁這一位 他的眉毛形狀就很漂亮 對啊 當然他是 像這樣子的眉毛形狀 做老婆 就很好 放下來 站起來 站起來大家看看 那個攝影機轉一下 看到了嗎 看到他眉毛了嗎 有 這叫做 新月眉 這是最漂亮的眉毛 好 請坐 我們有一個 非常有名的人物 就是新月眉 我也想說 人比例距離還大一點 叫做彭麗媛 所以你們想當國母的話 趕快去把眉毛文成這樣 其實這個東西講起來 他就很大一串了 大概講了這些部分 因為每個部位都要參照 然後所以說 為什麼要全面下 你要找到適合自己的人 找到 在生命中找到適合自己的另外一半 那不一定說 保守那一項就是和老公 有些人適合外相積極的老公 對不對 老婆不一定強勢就是不好 說不定有些強勢的老婆 他可以輔助 對不對 所以你要找到適合自己的另外一半 他就沒有一定的標準 但是原則上 我們都希望至少先帝善良 然後不要太過於計較 不要太過於狠毒 所以最好不要有玄真文 對不對 類似像這一種 就不太好 好 那 所以我們玄命裡的目的 就是知命 遇命而造命 我們知道自己有什麼缺點 我們去改變它 好 如果說在我們的面向班中 也會 都會詳細的說到 我們那邊好多好多例子 都是從年輕到老 他的面向改變非常非常多的 是你心境改變的 面向就會變 好 那麼 接下去我們面向有一個視頻課程 那總共有10克 那 全套的售價是1200 那 如果說各位 覺得這個費用太貴了 而且你們又想要 有一個一對一面對面的機會的話 那麼我們有一個面向的面授課程 那需要的人 待會兒找桃子報名 總共有9個小時的課程 然後今天報名的話 特價是980 好 那等一下 找桃子報名 那 那個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還有8次網路直播課程 當然是只有有報名的人 才能夠拿到密碼 好 那我們從10月15號開始上課 總共有6期 第一期是1500 那課後會有錄像可以下載 然後還有八字學員群可以討論 好 如果要學習八字的話 歡迎參加這個課程 那 我剛保證說 這個課程至少是非常負責任的 好 絕對是 我們的學生學完之後 學到第二期而已 就已經很多人論八字 已經向他有功利了 好 那 最後 我們有這個書 來 推廣一下 好 有興趣的人 待會兒可以找我 好 在這邊 三體書 好 這是我的師父跟我一起做出來的書 好 那今天 我們的課程 就上到這邊結束 那這個是我的公眾號 那這是我的個人微信號 好 那歡迎各位加我 然後有事情可以諮詢 那如果說各位有想要報名課程的話 例如八字課程 面向課程 或是六搖神掛 土掛的課程 都可以來找我 那明年度我們還會開風水的課程 好 那各位有興趣可以多關注一下 那 那個 如果有要報名什麼課程 也可以隨時諮詢陶子 陶子 陶子這邊也會有他的信息 好 那我們今天上到這邊 謝謝大家